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的时候因为目前录影时间31分 指数是跌1.5点等等可能还会再跳动一下 看起来应该是差异不大 最后就收一个平盘小跌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但其实盘面中来说 上个礼拜指数比较差的时候 大涨的中小型股 今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拉回 其实一来是因为强势的中小型股 它走势逆势 长得相对多 然后这个礼拜五 就是中秋节的廉价 放三天 所以节前的效应 今天看起来有开始提早来做一个反应 那当然上个礼拜五的美股表现也并不好 非半 所以一来反应美股的走势 那二来反应所谓的节前的效益 双创新股票在上礼拜涨会比较多 所以今天普遍来说 全部都呈现一个拉回的走势 那我想涨一涨 跌一跌 洗一洗 再创新高 重点还是在于趋势 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财报 营收 获利 毛利率 都非常的突出 然后 九月份之后的营运展望都非常的明确的往上 创高拉回震荡完了之后 还是在往上 所以今天的洗盘 我认为很多股票都出现蛮好的买点 当然大盘我认为还是一个盘整的趋势 因为市场资金的走向就是如此 美元的指数在今天 又来到波段的最高点 来到110美元的指数 它是针对世界各国的货币 全面性的升值 那台币的部分 今天很猛 大扁了1.69 那较未来到30.74 再创波段的 K线是新高了 但是B值的部分 是再创波段的新地点 而且短短的从今年的1月份的27块多 大概9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贬到了30.74 我这贬值速度实在是又够快 所以结论呢 就是说通貌还是严重 美国 欧盟 可能这次都还是要升息三马 那 美国经济又比欧洲强 因为欧洲 受制于所谓的 这个天然气的价格高涨 电费涨了一两倍 三四倍 涨了什么十倍的都有 所以 资金都往美元跑 所以美元一枝独秀 亚币全部都不好 股市失去资金 你就不会有大行情 结论就是 大型股跟指数的空间都相当相当有限 这个市场仍然环绕在中小型的股票 尤其是外资 非常的明确的 每天都还是在卖钞 每天都是卖 过去一年多已经卖超过一兆 因为美元一直升 不只是台币一直扁 亚洲货币一直扁 所以美元一直升 货币一直扁 外资就一直汇出 所以本鲁资金 才是掌控这个盘市的最主要的力道 那投信 还是买 还是买 每天都在买超 所以它就是台股最大的稳定的力量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 至少一直到年底 都是环绕在中小型股 而主导中小型股最大的力量来源 就在本土的投信法 那他们会选的 其实逻辑都很简单 比如说三高股 高成长 高获利 那他们就中爱高股价 或者三绿三高的 三绿三升的 类似的相关的数字 只要好的都是投信会买股票 所以选股其实 只要回归到数字上的选股 坚持只买金贫股 去买投信会大买的股票 或者族群 那我认为这两三天 结钱反应完毕之后 强势的中小型股 会继续往上飙 中后结过后 应该这个涨势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还是小鬼当家 目前就是这个盘市的一个特色 那经济科来说 上个礼拜三来到329 礼拜四来到333 那礼拜五营收公告 8月营收只有2000万 没有上去反而衰退 但股价呈现 利空出境走势 盘中差一档涨 最高来到341块 涨9.6% 告诉我们说 8月份营收 应该是最后一个 最低最低的营收 那个营收地点已经过去 今天好像再电高到342 跟着盘市稍微做压回 尾盘下跌7块半 收326块半 说IP股早上都是开高 震荡收小黑 但里报的这根大量 告诉我们 这个发动信号已经来了 今天至少还维持2400多张的水准 看起来它 拉回就是买力 拉回就是买力 那8月营收只有2000万 很可惜的是 我们希望在8月份它完成 合约的签约 然后全域金的入账 进一步去启动后面的头片 量产 很可惜在8月份看起来是 没有来得及 但其实 如果大家真的去懂A是个产业 你会知道 这个就是在进行试当中 7月每认8月每认 那其实那个就只是一个 认列上的时间点的问题 那你可以在8月底认 或者在9月初9月中认 那营收的认列 它会差去一个月 但是 它确实在推进当中 重点在于只要认进来之后 头片量产一启动 可预见就是说 明年从第一季起 单一份的营收 可能就是三四一几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力图 所以8月份看起来 营收一公告 股价就利空出进 差一档涨停板 从上面的走向 量价走向告诉我们说 8月份的营收 极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低点 估计就是最后一个低点 因为它利空出进 反向大涨 这个味道已经太过明确 空单的张数 来到4706张 又再双新稿 同样的码 我就说 在320 330310这边横盘了几乎快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空单是每天都在增加 龙券张数创了1460张的新高 借券卖出的张数也在双新高 两者相加超过了4700多张 但这两个月时间 股价怎么打 都打得下来 然后前面呈现一个窒息 让我们这样说 那我说 丑马在这边按兵不动 不管你空单怎么卖 中长期的资金 看起来丝毫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其实这个很好解读 就说 他舍不得卖 但也没有要发动 就8月份的营收一公告 只有2000万 就解释了 为什么前面股票都没有动 因为 看起来营收 就是还没有到一个任务的时间点 那为什么营收一公告 上个礼拜会就大涨 那很有可能就是 确认了说 这个会是营收的最后一个低点 所以前面在等的 都是在等说 等最后一个烂营收出来之后 再来动作 看起来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两个月都不动 怎么反而营收最烂的时候 股价就上海了 那这个现象 就跟上个月 公布营收的事情一模一样 营收一公告 本来股价是一路打到多少 600块 608块的低点 然后隔天615 就营收一公告 之后就一路往上大涨 那时候营收是从6月份的11.56 11.56 掉到9.51 所以营收一衰退的数字一出来 股价就往上喷了两三百块 所以这个经济科目前的走势也非常的雷同 营收从5000万掉到3000万掉到2000万 怎么股价反而大涨上来 所以它代表说8月份之后极有可能是最后的低点 那其实你懂A7的产业你知道的就是说 当产品做一个最后的测试完毕之后 后面量产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拖一个月两个月 那都是会投入量产 只是说认列的时间点可以在月底之前认 还是月初之后认 那可能营收认列时间点会差一个月 可是这个进度确实就在推进那种 所以从股价走势 从外面走势告诉我们说 应该差不多 那空单4706张 小心搭空航空正要启动 因为很多人在这边空了一堆 其实大家都忘记说 以前的金利科每一波的大涨 常常都是至少超过250块的大行情 常常都超过250块 所以这个4700张的空单空在这边 怎么空都空不下去 真的要嘎空 这个力道会非常的精彩 而且最近包含金星科 M3E 智源 创意 或者是四星 投信不买 IC设计全部都跑来买这些IP股 唯一没有买到的就是金利科 账账持股大概就1300张 持股大概就2% 那都一直没有新的筹码做买进 所以所有的IP股面持股比重最低的就是金利科 但他就差在什么时候启动投片 只要签约下去 涨进来 全约金先把营收捐高 先来挑战个新高 后面接续投片 然后开始出货量产 开始交货 明年低级营收整个电高到三四以上 那时候投信怎么可能不买 因为他们在等的 其实就在等一个讯号 第一个你投片 第二个你数字整个开出来 进入一个新高的阶段 持股最低的金利科投信 未来加码的空间最大 所以我说未来要嘎的是双嘎行情 一个是法人的空手 一个是空单 4700张 那最烂的营收 如果就是在8月份的话 后面 过去每一波都涨超过250块了 我认为未来空间一定会更大 所以这边就是趁着拉回 持续做买进 那金星科 上礼拜二 375 稍微拉回 就我说强势股常常随着大盘拉回 隔一天就会创高 果不其然礼拜五就亮灯涨停 来到408的波段的新高 就锁住涨停板 早上再创419的新高 一度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红盘 可惜最后有一些所谓的当初卖压掉下来 尾盘最后几分钟才从红盘翻黑 中场跌5块钱收403 虽然说很可惜 最后是翻黑的走势 但你不要看说今天指数 这样跌只有跌11点 其实一堆中小型的股票跌着5% 6% 7% 8%的都有 那这一组IP股 它其实前面涨得非常的强势 在今天拉回都非常有限 就是非常强势的走势 那从我们买376 到419最多赚了43块 所以这种IP股涨起来 赚钱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那说IP股的三件科 就是金星科跟M3E 目前 包含金星科跟M3E 在8月份即将公布零收 看起来都有机会创造非常漂亮的数字 一来 法说有提到说server的部分 跟车载IC的部分 订单非常的强劲 尤其是中美的晶片大战 中国为了要摆脱你美国的限制 卡脖子 那risk-fi的这个架构 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架构 并不需要所谓的任何公司的授权 只要你有能力都可以去做开发 所以越来越多业者就往这个领域来做一个开发 所以他所接到的server跟车载IC的订单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那估计8、9月份也会认列新的权利金 有机会推升营收 再度去挑战亿元的水准 那前一次的亿元的水准是在3月份 1.12亿 照往前推是年底 去年年底的1.37亿 那8月份有机会 8、9月份陆续都有权利金的收入 看起来都会相当不错 而且公司在法说有提到说 因为接案非常的热络 一直在成长 所以未来会持续性的权利金 新的案子开案就会有新的权利金的一个收入 就跟经济科非常的在那一同 然后平均一个案子 从接案到量产要三年的时间 这我解释很多次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太 去对经济科很刻薄的要求 我说你怎么行政电脑讲了两年多 始终都没有看到个影子 因为A10个产业从开案到量产平均要三年 经济科也还不到三年 所以我认为这都在常态之内 所以经济科去年开的案子两年后会量产 前年开的案子明年会量产 那全新基金持续的成长 所以大概在一两年之后 就会看到量产的效益出来 营收越电越高 去年的资源跟世新的营收 就是这个样子冒上头来 冒出头来 明年开始换经济科 然后后面就接着经济科 它也会跟得上去 所以整个IV产业 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成长态势 那八九一份有机会挑战亿元的一个新高 所以股价才会事无破组的 一路冲到419块 所以IP股这三件课都会非常的强势 因为八二M31 礼拜五是量产长 早上来到389块半 然后才翻个往下杀 尾盘跌12.5元收368块 最低点是361低档还是有买牌 最近投信也是联系性的买超 其实金星科也是 最近也是 大部分都是买 只有礼拜四是小卖 所以很明白 就是说投信对这一块是非常看多的 因为一来成长 二来没有库存的问题 投信本来就很喜欢IC设计股这一块 但IC设计股没有办法做 因为都是库存 所以资金都往更上游的IP股走 我认为IP股就是贯穿到今年年底的市场最强的主流 但M31来说客户先进制成 比如说台积电的客户都持续在开 这个开案先进制成的一个代工案 所以他们持续开案的过程 M31的接单就持续的成长 然后加上之前的高通的产品 开始放量出货 每出一个晶片都会有权利金的收入 所以随着出货 收入也成长 所以8月起的营收 也有机会跳上亿元的水准 其实它本来营收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都已经有1.06跟9100多万的水准 8月份之后有可能跳到亿元以上的水准之后 就稳定维持在上面 所以这三档IP股的三件客 目前看起来8月营收跟9月营收 看起来都相当相当乐观 那投信除了经济客之外 另外两样公司也都继续在买超 所以今天震荡稍微拉回 基本上就是给你买的 后面我认为要上去速度是很快 因为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我们说的 坚持只买的精品股 都有最强的毛利率 最强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或者最高的市占率 只要具备这些条件 股价都会比较 除此之外 我们在这边也推出一个小标股的专案 小标股的赚案 就跟M31跟金心科一样 我们会买数字最强的 买筹码最轻的 买法人最爱的 以及买股价最标的 9月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月 全新的小标股专案 除了金心科M31跟金城科之外 这些都是代表之外 我们要买进最新的小标股 那今天只要来电可以抢汇集跟汇费的 双重优惠 鞋金广告我们等等回来再聊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么安控标股3XXX 就是金锐吧 三四五四的金锐 礼拜扬大涨9%来到108.5元 那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16X 一档量增涨的慢涨到9.4% 我们也顺势连续两天大涨 在这边做一个获利的初清 那股价来到新高附近先卖一趟 那资金 找机会再做来回操作 那今天卖掉部分先换进全新的金平股 那就像我说的 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最灵活的操作 强势股过高卖一趟来回做操作 也会在不同的金平股里面做轮流的一个操作 就尽量去抓那个节奏感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或者赚完拉回再买 赚完拉回再买再赚第二次 一直维持一个很有节奏感的操作 然后今天买进的是这档 营收将创新高的小标股4XXX 营收创新高的小标股4XXX 在平盘附近做一个买进 尾盘收一个小涨 今天买的是小小赚 那这家公司在高档横盘 大概五天的时间 现行上即将要做一个量价上的突破 那生产的瓶颈在八月份获得改善跟解决 所以营收我估计会大增大概35% 去创一个历史的新高 而且因为生产瓶颈的改善是持续性的 后面会越改善越多 所以九月份营收会一路向上 所以股价横盘 随着营收要创新高 我估计会有一半喷出的行情 是营收创高的新的小标股4XXX 那这样的股票 你都可以跟着我的小标股撰案 一起来做布局 买数字最强 买筹码最轻 买法人最爱 买股价最标的小型标股 带你在九月份大赚一个小波段 那如果你错过M31 金星科 金层科 这些都是小标股代表 那最新的小标股 你千万不要锁播 今天来电小标股专案 可以向双重汇集跟汇费上的双重优惠 所以我们上次顺利 明年再见 自然以独立判断 限限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